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现场同修以及全球各地 献上共修的法有善心大德 大家吉祥如意 阿弥陀佛 好 我们这个阶段要来 跟大家探讨修学佛法的一些问题 上师阿弥陀佛 有同修对回向的观念还是不太清楚 同修做功德圆满之后 会把功德回向与法界保存 不直接回向给某特定的对象 自己认为等到需要时 才像是将功德领出来 请菩萨做主 说要回向给什么事情或对象 请示上师这样的做法和观念是正确的吗 这是台北四皈依弟子的提问 这肯定是肯定是肝皈依的 那不然就是 这功德建立以后 谁都夺不走的 它就是 是你造作的功德 你修的功德 就是你的 俗话讲功修功德 婆修婆德 甚至老夫老妻 关系这么紧密的人 做先生的修 做先生的有功德 太太没修太太没有功德 太太修了先生没修 太太有功德先生没有功德 这个就是千古不移的定律 那功德会不会被抢走 不会 那功德有没有可能 就是被破坏掉 被减损 很容易 所以我现在起一个善念 就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离苦得乐 或者我去做了一个算事 是不求回报的去做这个算事 然后建立了很殊胜的功德 但是我立刻就生起一个悔习心 或者就生起一个负面的念头 那刚才的功德如果有一百分呢 现在可能就是二十分都不到了 所以别人虽然抢不走我们造作的功德 但是他很有可能被破坏掉 被自己或他人影响 然后呢就衰损 就减少了 甚至就是变得无功无德 就好像一个新鲜的水果 你把它削好了 不拿不赶快吃 在特定的时间内 它就变质了 道理是一样 水功德产生了以后 建立了以后 立刻回向 回向入了法界 就像你的功德如果是一滴水 它就是投入这个大海中 大海不枯竭 你的功德就永远长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立刻回向 它的道理就在这里 很少建造一个功德 保存了很久 它都在 有我不管说没有 但是做了一个功德 你如果不立刻回向它 它都在那边不增不减都不变 很少 因为我们这凡夫 这深口意的造作 或者接触到任何人事物的缘境 不停地起心动念 不停地 这种善恶的口业 还有深业 你的功德就是不停地在变化 或减 所以如果你不赶快 回向的话 那就是 值得担忧的地方就在这里 所以希望 童修今天经过我们这样的探讨以后 你就是说 你看你现在临时 做了一个功德 你就立刻回向 回向法界的一切 如目有情众生 或者任何你要知名的回向的对象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好 来 继续 第二个问题是彰化四规一弟子的提问 当学佛之后 知道梦境也是一种中印状态 梦境并非无意义的 但是有些同修梦境经常混乱 情节冗长 起床之后 常常无法记得清晰的内容 因此久而久之 对于梦境不认真当一回事 请示上师 常记不住梦境的人 是否有什么问题需要调整呢? 那也不一定 不需要对梦境有这么大的一个执着的性 这梦让你记得了自然有记得的因缘 那如果它就是忘掉了 那你强求也没有办法 有的时候这个梦境太过执着了 会影响我们正确的思维和行持 所以我们要观照的是自己身与意的清净 或有没有偏差 有没有如法 这修行最根本也是在心性的超越 那梦境或者各种的镜像 它就是来参照修正自己身与意的 所以你过度的执着那也是一种偏差成生 对自己的道业没有什么大帮助 好 来 继续 第三个问题 是台中四规弟子的提问 原众父亲因癌末 必须依靠机器为生 后来原众签名放弃以机器来维持父亲的生命 父亲往生后原众总觉得内心相当的愧疚 请示上师原众决定签名放弃让父亲继续以机器为生 是否为不孝的决定 这种亏欠有何方式能够弥补化解呢 光听这样的问题 很难回答他是不是不孝 也许他是一个非常有孝心的人 他不希望他的父亲继续受这样的痛苦 也许他就是在他的观念认知里 这是一个最好的抉择 他为他父亲做了一个最好的抉择 也许这个是一个会让他不安后悔的决定 所以他今天可能属于第三者 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可能感到不安 我这样子好像对不起父亲 亏欠父亲 这很难说 也许你父亲感谢你 也许你父亲在意的点不在这里 也许这是所谓的命中注定 就是他的因缘如此 今天你的父亲 虽然是你的父亲的至亲之人 他要活多久 他要受多少的罪 他要想多少的福 那不是一个你做子女可以决定的 你做子女的只能在你的本分尽心尽力而已 所以你的动机 如果是为了父亲好 在当时的一些状况 就是有探讨 探讨有可能就是有医疗的专业 跟医师商量以后 或者是跟家人商量以后 或者这一位他父亲生前 有跟他沟通过 将来如果有那么一天 不要让他经过这种 生命末端的这些脱模 少让他受点这些折腾 这我们不晓得有没有 如果有 那也许这就是他和他父亲之间的 一个默契 那如果你父亲真正在意的点可能不在这 那这是很难探讨的 对不对 有人舍抱以后他就知道 他的命就是活到这个时候 那这个寿命要结束 总要有一个寿命结束的剧情安排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 现在探讨这个 无论如何 你心愧疚了 不安了 它不是一个好事 那就多为父亲 就是以佛法的功德来回向给他 一则是做一个子女对父亲的报效 二则就是万一你真的做的不是那么圆满 不是合乎父亲的心意 他对你有责怪 或者有 就觉得你做的不对 那你也可以以这个功德回向来弥补 到你父亲满意为止 就化解这段冤结 所以这过度的思虑 也不知道真相如何 倒不如啊 就行持在正法上 这个是最要紧的 好 来 请说 接着是台北思规一弟子的提问 现代人各方面压力都大 如果曾经生起轻生的念头 无论过轻或重 是否表示过去生有造过轻生的恶业 才会有生起轻生的念头 或者是受到电视电影新闻等讯息的影响 导致遇到挫折 会有想要轻生逃避的念头产生 请师上师 如果有这样问题的人 应如何以佛法 帮助自己解脱这种常想轻生的烦恼痛苦呢 这是台北思规一弟子的提问 常常想轻生的念头 多半是有业因 是有冤亲债主 或者是有所谓的命债 寿命的障碍 就生起这轻生的念头 或者过去造作过自杀轻生的这种恶业 那这样的一个夜袭还存在 都有可能 总而言之 这都是业力的障碍 无论是有冤亲债主来吹讨 有受命的障碍 有命债 或者你过去有轻生的夜袭 现在都是要忏悔还债的时候 都要这么做 不断地在三宝前求忏悔 那你要深信因果 你不深信因果 你这忏悔做得不深切 这忏悔最怕流于行表 做做样子 嘴巴忏悔 身体虔诚 跪拜 内心没动的 内心没转变的 流于这种表象的形式 那这忏悔功德力就有限 改变你的现状 帮助也不是很大 所以应该就是 好好去对这个 因果夜报的道理做探讨 读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 读过这个《佛说五道轮转》 《罪福报应经》 这些讲到夜因果报的这些经典 还有很多的善书 《太上感应篇》 《玉力宝超》 《了凡四训》 这一些你去看 那英国夜报是真实不虚 所以我现在有这种想要亲生的这种念头 那就是过去对人有 就是伤害众生的寿命 生命 还有自己造了恶业 然后人家现在要干扰我 患我这样痛苦的念头 所以就是不断地忏悔 相信这个因果 偿还到 净化到一定的程度 对身心一定有贫富安乐的一天 人生在世能够尽量还债 这也是人生在世的意义价值之一 你活在这个人世间 能够偿还这些业债 这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在活在这个人世间 不懂得还债 不懂得忏悔赎罪的 有的时候就好像虚度人生 相当可惜 所以活着的时候能够多牺牲奉献 多忏悔业障 多偿还 人生也算是有意义 还着还着 身心就会协调 就会安乐 人生的境遇 就会顺利许多 所以同修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不要害怕 那当然更不能随顺烦恼 生起我想要亲生 要去结束生命 做这种傻事 就一失人生 万劫难 常常就万劫难复了 所以就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你就保持这个 八辖十元满的 珍贵的人生宝 然后好好的规划 怎么样的忏悔心 怎么样的行功利得 让你的后半生变得有意义 我相信你会得到很好的 甜美的果实 人生非常有意义价值 而且你会得到弱感的觉醒开悟 好 第五个问题是台中道场四归一弟子的提问 请示上师弟子在持诵大悲咒时 会观本尊观世音菩萨放白毫光加持 是否能同时观观世音菩萨在三门放出白红蓝三种子字的光照射弟子呢 一般看你受什么教法 教法里面的法义教授如何 就要如法来观修 不要自己去自创 去增加 去减少 去改变他的观修的程序次第 这个都叫不如法 所以得到这种密宗 一个完整的本尊法的传承 他必须得到灌顶的加持 第二得到以鬼咒语的口传 授权念诵的口传 第三得到法义教授的讲解 那传法的上师把这法义如法的传授给你了以后 不是可以让你随便去改动的 是你要依教实修 依法实修 有问题要提出来 或者有任何修行的境遇 觉寿等等 这些要提出来提问的 不要随便去改动 好 接下来是台中道场弟子的提问 同修本来都会到道场稳定共修 参加佛堂大大小小集资进账的活动 但网路直播共修开始之后 同修渐渐的都改成线上共修 从网路上参加种种法会护持 反而比较少来参加实体道场的共修和活动 当红法同修规劝实体道场共修 才是如法且功德更增胜 同修也会说 网路上共修也是集体共修 功德是没有差别的 不应该有分别心 我在家中连线也有共进心共修 请示上师 如果面对这样的坚持 要在网路上共修的同修或原重 应该要如何善加引导 进入到实体道场真正实修的次第呢? 我这个问题提过了 这就随远吧 他就是觉得在网路上线上共修就很好 当然也是 网路上能够参加共修也是很殊胜 你看国外很多国家的法友都在线上共修 或他们的国家跟我们的时间 白天晚上是颠倒的 他就是必须在线上来听我们的 在这个官网上面的这种开示或者讲经的内容 那如果你能同步呢 那当然那就是更好了 但是就是在现场 一般在现场听闻开示 那也是难得的法缘 但是不是每个人缘分都具足 所以只能说随缘 有的时候缘分具足的时候当然就是 很殊胜就是要珍惜 那有的时候缘分渐渐不具足的时候 只能在线上共修 那他自己要多发心多齐勤 希望这个也能深得法义 所以这一切都随缘 也无需就是过度的去争辩这样的事情 随缘有的人 你说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有一些人他就喜欢 本来有来现场共修 他就喜欢在家里连现共修 他可能觉得方便 或者就是有他自己觉得 就是现场共修的一个理由 那有的我也看到很多人 他就很喜欢来现场共修 也就是每天也都有人要约见面 约见面 我总常就说现在疫情这样见面 这样有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会做好防疫 所以就是得随每个人的因缘 有的人就喜欢见面的 那有些人就在线上的 总之你有修行 这修行你自己评估衡量 修得回去就好了 也不用彼此动摇彼此的道心 就是说你那样比较好 我这样比较差 你要说人家比较好 就随喜赞叹 说人家这个状况比较差 比较不好 你得讲出事实证据 让人家能够听受 这个内心有改变 那就很好 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常常说 就是常常去见到这个上师 或者是显教来讲就是法师 老法师能够见到这些巨界的 有德高望重的老法师 亲见到他 跟老法师礼拜 然后在坐前听法 就是沾到光 沾光沾光 好像这个老法师 德高望重的人身上有这种德光 你就会觉得得到加持 得到利益 有的人就觉得说 你上师很殊胜 我这样连线我也长到光了 我也得到他的加持 因为不断的有人这样跟我讲 各国都有人这样讲 所以就是说 就看你自己的这种 发心提醒的程度 各有各的因缘殊胜处了 总而言之大家能够修成 修得好修成 修得回极乐世界去 这是重点 好 来 请示上师 有些从事业务行业的同修原重 特别喜欢的修财神法 有些确实修了财神法 自己的财运就越来越好 但有些人一直修财神法 却也没有看到自己的财运有所好转 请示上师 为什么一样都是修财神法 却有不同的结果呢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要件没有具足 才会修财神法没有得力呢 这是财神法 这个财神他要护持的对象 他要合乎自己的本愿力的 一般而言 这就是你是一个善良的人 或者对佛法虔诚的人 或者有在做善事 有在对佛门有贡献这样的人 或者你在精进修行闭关 在持戒 但是你自财不惧 或者你在闭关当中 根本没有办法去 打理这个生计的事情 他就来护持你 那你说财神这样 他 他的护持我看不懂 怎么好像他护持别人比较多 他护持我好像就没那么多 你当然看不懂 你又不是财神 你也不是菩萨 你也不是佛 这是他的工作 他才懂 那你说财神会不会看不懂 我弄错了 其实我的心也是多么的善良 多么的虔诚 多么的需要钱财的 财神你有注意到吗 你就别担心了 如果他注意不到 或者弄错 他当不了财神的 你想得他清清楚楚的 到时候我们凡夫众生 我们这个相续中有多少的恶业 有多少的贪嗔痴慢疑 有多少的习气毛病 你都不处理 那会影响你的福德 福德就跟你世间财有关系 你福德就是比较薄的人 而世间财他就比较少的人 你怎么修财神法 我相信你会得到加持 加持也是与你的福德相应的加持 或者有的人他一直修财神法 他那个布施的心 行善的心都是不强的 就跟财神根本就不相应 就是说他一边修财神法 但是他内在是签令的 就真的他不信因果 我这样一直布施 他什么都想到自己 那我就没钱了 我这样布施 万一财神没有保佑加持回来 我下个月就没办法继续了 等等等等的 他不是说我现在布施习善 我能利益多少人 我对佛法有多少贡心 我对众生有多少争议 他不想这些利他 他每个念头都盘算在自己 连修财神法也是为了自己 那你知道一整个是签令之相 常常这样的人也不自觉 他也觉得自己很虔诚 每天都有修财神法 你都很好如何的 财神看到你会不会摇头 不知道了 是不是 所以你把自己的德相 一个德行修好 具足这样的一个德相 让财神能够忽视 给你大加持的德相 我相信你这个财富 会源源不断的 知财会不于匮乏 让你好修行 好做善事 好用来布施 有的时候 我们对财神法的这种 寄望和想象 也不要太过高了 就觉得说我们供财神 修财神法 财神给我们赐予财福 我就比如说住见佛寺 我就好修 我就可以当功得主了 超度法会 我也可以当功得主了 点灯 我也可以去点大圆满灯 等等的 你就觉得说 我就比较好修了 对不对 你什么都想好修 你什么都想顺利 你就是没修 人家有修 人家有修 是顺逆境的不动心 特别逆境多了 他的心还持平 继续修 深信因果 不动摇 人家有修 是这样的 你什么都想让我好修一些 让我好布施一点 让我有多有钱 可以运用一点 那就是你没修 你看不到自己的心 所以常常要检视自己 那检视的依据在哪里 用佛法的真理来检视 你必须常常读佛经修法 就深入经账 了解佛德佛行 用这样来对照自己的心性 你就检视得出来 你才会慢慢发现 对啊我这样的人怎么会 怎么会具足财富 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财运的很痛 我这样怎么是有一个 有福富贵之人 你就看到自己很多的心性 其实是很下列的 你看呢 我们看过很多人讲话 就你十年前听他讲话这样 十年后听他讲话 他也是这样 十年前答应你的事情 十年后 对啊 那当然是这样啊 我们又没有说要改 就当然就照十年前的约定 很多人就是一诺千金 就是这样的人重于信诺 他的心啊 他的心是有很多的道德去巩固的 对不对 他内涵很多的德行 很多的这样福德在他的心 在他的相续当中去巩固好的 那你说这样的人要有福德 那当然会有啊 那你看现在的很多 你说你刚才说那个事情 没有了那个我随便讲的 他不认了 都还没有一分钟他不认了 他完全就没有把这种信用啊 放在心上的 放在心上的 也就是他的心 旺洞啊 就像那个水啊 摇摇晃旺 摇摇晃晃的那种 他怎么积聚福德 也就是说你看他的相续啊 其实根本没有积聚福德的本钱 根本没有那种相 那他怎么会有呢 所以很多事情啊 我们的基础功夫啊 一定要扎实 万丈高楼都平地起 要修无上的佛道 你这个叫积资进丈 断恶修善 道德的巩固 培养这十善业道 他一定要非常的扎实 你看现在我看很多的人 很多佛教单位 所谓的一些法师 他在弘法 无论在家出家 这些法师他在弘法 他都用操弄的 他不计后果的 就把自己的头削得尖尖的 这里钻那里钻 钻营的 那都以为群众啊 大家的智商都比他低 智慧都比他低 但要做这个做这个 没有人看得懂 这不行的 人在做天在看 那也不是天在看上天知道而已 诸天都知道 法界都知道 诸佛菩萨都知道 是不是 所以 什么事都要讲一个良心 讲一个道德 好 来 好 我继续来回答 我们法友的提问 他姓 他姓 詹 四十五岁 他说 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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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七月 因缘 让弟子 隔空 见文上师说法 隔空就是在 应该在线上的意思 很幽默 若是见文者 一定欢喜 接受 这里经常用接地气形容 接地气好啊 弟子请问 弟子皈依过 多位法师是否有过 皈依过多位法师怎么会有过 有没有过要问你啊 当初皈依的动机 还有皈依以后的行持 要问你有没有过失啊 人生就这么短短几十年 皈依一位法师 一般会皈依第二位 那就是第一位 你跟他的某方面的因缘不深 某方面的因缘就是 可能他在国外 你就长年见不到他 没有办法轻易听闻佛法的 因缘不深 或者要语言不通的 或者就是其他的原因 所以才觉得啊 在你的心 对于佛法的渴求 没有办法满意 那又有其他的因缘 你就皈依了第二位 一般而言 对自己的上师 对自己的师父 一位啊 这一位如果是 他对你相当具有恩德 法上的教化 德行 各方面的这种 教化 你还会生起想 皈依第二位的心 那是很奇怪的 那就是很奇怪的 好 所以就是 一般标准啊 就是皈依第一位 法师 学得很好 这个法师就说 你在我这里啊 都学得差不多了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你了 现在你应该去亲近 我的某某的师兄 我某某师弟 或者我推荐你去亲近某某法师 或者我帮你写个信给他 告诉你 告诉他你在我这里修学的状况 请他继续接着从哪里来教你 这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也是一个礼节 现在没有了 现在大家是 这个学佛修行的人 在拜师像儿戏一样 到处流窜的 跑道场啊 跑灌顶啊 敢加持啊 敢法会啊 到处流窜的啦 还自觉的法喜充满 好多一大堆 然后对什么良心道德 完全不讲究 跟着感觉走 所以 那当然百过重生啊 所以你问我 你归于很多位法师是否有过 我不知道啊 你去系俗嘛 你归于第一位法师的时候 你有没有好好地 珍惜这个法缘 跟他学佛修行 跟他请义 好好地对他做供养成事 去 就无论他的身教 言教 你有没有得到 然后有没有去实践 归于第二位如何 归于第三位如何 还是你都迷迷糊糊搞不清楚 一下人家说这个好你就归 一下那个好的归 对自己的人生都不思考也不负责 那你当然有很大的过失啊 当你归于第二位法师 你对得起第一位嘛 你要想啊 第一位不会来找你算账啊 对不对 但你会想我这样对得起他吗 他这样教我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去学拉小提琴 学一学学一学 哎呀我真的是拉得很难听啊 结果一来第二位老师教我们吹这个什么 吹笛子 吹笛子我满行的 对不对 我就很快乐地学笛子去吹了 吹得很棒 心里还觉得对小提琴老师有点不好意思 哎呀我对不起小提琴老师 我都没学成啊 对不对 世间记忆尚且如此啊 你学佛修行 这拜师要有很阴重的心 你要想想看你跟第一位老师如何 跟第二位如何 那现在你现在四十几岁还在问这个问题 你在这个师道欠修 四十几岁了还在这个中门 道场之间还在起迷惑 你这一方面就是欠修 就是好像说如果这个人已经四十几岁了 他还是说 他还在问我他要选择这个 还是选择那一个做老公或做老婆 我觉得你在感情这方面有很大的矛盾冲突 迷惑颠倒 这方面很切羞 四十几岁有的人都当阿嬷了 都当奶奶了 是不是 所以自己你要反攻自行 各位多位法师 如果是 真的是好好的学佛修行 那缘分呢 就是跟这一位学好 又学第二位 又学第三位这样子 那有的时候就是你的善缘 如果没有 像现代有人就听到这个名声很响的法师 尤其密宗有很多 有些名声很响亮的 就去皈依他一下 到处跟他 我皈依什么法王 我皈依谁 这讲起来很响亮的 他对自己很具恩德的法师 也许你的法师 在密宗有的很多的 很多的出家人 他的上师是喇嘛 不是仁波切 不是金刚上师 他的上师只是老喇嘛 这老喇嘛就是把他养大 教他修法 教他做dorma 教他怎么样当一个出家人 从小把他养大教他 他遇到别人 他不敢报他这个老喇嘛上师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觉得让他丢人 因为我的上师这位老喇嘛不出名 那你修什么行 你修什么行 你跟那动物比起来 动物可能都还超过你了 是不是 我没讲禽兽 我讲动物 很多都这样 名头大的我马上讲出来 那谁啊 我归于谁啊 讲起来好像很爽一样 其实人家根本不认识你 对不对 你这个大法会里面有参加过 给你一张皈依症 结了一个这样的缘 那就好好修吧 你没修 光在那边像佛游子一样 你真正对你有恩德的 不知道感念 那这就是我讲的师道欠修之人 师道 你于这个师徒 师生 在师道有亏欠不圆满 不具功德 你会生生世世 找不到自己生命中的真正善知识 你这道老了还在迷惑 还在跑道场会 常常会这样 有的时候人家在家劝你 哎呀你怎么老了 还在这样子修呢 一下这里修 一下那里修 你还跟他争辩呢 争辩跟你劝你的 还蛮惹的一身骚 这也是很痛苦 这是在大圆满 在很多的教法都有讲到 你如果对这个师道有亏欠 以前呢 这是在密宗讲对自己的上师 或者在显宗讲对自己的师父 这个性规啊 不虔诚 不亲近 或者是施恩未报 这种的 他常常就是生生世世都有这问题 施恩未报 你如果说施恩未报 我们就是听起来 我们常常在教师节的时候 就写个卡片 施恩难忘 对不对 施恩浩瀚 寄给老师了 感谢一下 这报施恩不是这样子 原来老师辛苦教你 就是为了得你这张卡片 十五块钱买的 你知道吗 父母恩 施掌恩 这种众恩啊 上报四众恩啊 这个没有做好 你到了这个 这个大菩萨的时候 到等觉菩萨的时候 你还有最后一品的生相 无名 没有办法破除 也就是你在成佛之前 还会因为施恩未报 还会因为对上师这个问题 有亏欠不圆满 而无法成正觉 你晓得吗 它会影响到你最后的果位 你自己读经你就知道了 好严重的问题 所以你现在这边拜师 那边拜师的人 拜一拜以后 完全就不把它当一回事了 这样 你都不知道它怎么 以后怎么影响你的 你这种行为怎么影响你 所以现在这个现代社会 男女感情越来越泛滥 越来越开放 对不对 一下交这个 一下交那个 一下交这个 最后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在一起 以前那些 忘掉忘掉 不要管 那些都过去了 人最主要要向前看 讲这些歪理 好像很正确 对不对 你前面那些有没有问题 不是不报啊 时间未到啊 那些都有问题的 那何况是拜师啊 所以你对自己的师长 对世间的这种才艺 或者求学问的这些师长 或者是更重要的就是你 学佛的这些师父 密宗的上师 那是相当重要的 那不是说你欢喜的时候 你就是好好的恭敬 他是一个上师 你不欢喜的时候 就把他抛诸脑后 不是这个问题耶 他会影响你的解脱 还有决定你的生与舵 你看我们在传这个什么 三规 五戒 八观灾戒 都要问遮难 对不对 七条遮难 其中有一条 你曾于师长有病 弃之不顾佛 对不对 无 无可以受戒 有 离开 不能传你 差这么多耶 开玩笑 所以很多同修现在学佛 你是问这个问题也是好 我特别为你讲这么多 也是有现在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 重视这个问题 要拜师 它是影响你生生世世 甚至你要拜这个学佛的师父 密宗的上师 他影响你到学佛的问题 要审慎 要有因众心 不是好像去参加活动 去买东西用挑的 去参加的 去办个证件 不是这样子一个态度 再来你也讲到尊敬的上师 可佛 帮我 开示 先生 前世姻缘 我希望他平安健康 希望他平安健康 不用开示了 希望他平安健康 要看能不能想办法 善巧度他学佛修行 我看这样是难的 目前是很难 因为你还会问这种问题 你自己的修行 满分如果一百分 你自己的修行没有八十分 先生也很难有六十分 一般都是这样 你如果只有六十分 先生大概就是三四十分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 除非你们两个人都是有这种善缘 过去都有同修的因缘 那大家修得七头并尽 情色和鸣 这样就是善缘 你说你只希望他平安健康 希望他平安健康 他现在不能来学佛修行 都帮他佛前点灯 都帮他做一点功德善事 用先生的名字去印佛经 去放生去帮助一些这种贫困的人 做这种流浪狗 救这个流浪狗 或者就是人家要建道场建寺庙 多去做这样 做完了以后 立刻赶快功德回向 有佛像就对着佛像 没有佛像就观想 就是说我刚才做 救这个流浪狗的功德 放生的功德 菩萨做主回向什么事情 学校回向我先生某某某 善根增长 早日修行 或回向他 能够晚上不要有梦夜 好睡觉 你晚上如果 有这种梦夜这个问题 那一般都是有冤亲在主 现前所抱 来干扰他的 好 疫情过后 可否带先生小孩拜见您呢 哎呀欢迎 就是如果你方便 我也是欢迎的 好 大家来结这个佛缘 好 那就希望你把我今天讲的这个拜师 学佛这些问题啊 好好的深思想清楚 另外有一位苏女是54岁了 在我们台湾高雄 她说女儿 女儿 108年受三归一 年龄24岁 现在在 在读大学 然后呢 有交换到国外交换学生 一个学期 因为疫情 延后到明年的二月 那这一两年呢 女儿偶有心悸 胸门呼吸紧迫现象 哎呀沙夜 然后另有发抖想吐失眠 担心夜晚来临 这沙夜夜力到现前 然后引起多囊性软潮 这沙夜宴庆在主 就不止一个早就现前了 你说 11月18 与女儿共同念诵 八十八佛大忏悔文回向 女儿心悸胸门状况 见有改善 那当然改善啊 后面我都还没读 大概后面就停了 我读读看 前一两年 女儿偶尔会参加 到场共修及法会 今年年初便开始 不想参加 好吧 后面我大概也不用读 我就知道 你不参加 后面大概就发作 都是这样子的 你有修佛法 有功德 跟他解缘世纪 就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健康 你停了不信了 懈怠懒惰了 那他当然就加强所报了 人世间的债主 你好好地还他钱 好好跟他还债 就是大相安无事 讲好就好了 你突然不还他了呢 他在找你麻烦的 是不是 人世间 他的法界灵界都一样的 所以我接下来就跳一段了 今年一月 弟子得菩萨慈悲赐梦 梦 梦境中弟子在一街道蹲下 要背弟子已经成年的女儿 弟子起身的时候很吃力 便调整自己双手力道 以便支撑起女儿的身体重量 此时女儿突然重心不稳向后仰 然后后脑勺重重撞击地面 然后他还带着遗憾情绪哭喊 我还要去做某某事情呢 然后就醒了 这就是你的力量帮助不了女儿 你没有办法扶持他 还让他摔倒了 摔得很重 我跟这就是 那一般他会讲到 梦境里会透露我还要去做某某事情 这就有受障 受障 所以你这个就是杀业 杀业就是结束人家的生命 人家要来要障碍他的寿命 对不对 这个就是好好跟一天亲战主解缘师姐 不要等闲逝之 不要等闲逝之 所以我就跟同学讲 我们要很重视这个事情 大家讲到最后也麻痹了 有些人都脱虚 都脱了半年一年 就是很要紧 我很重视你 我现在立刻把你处理好 整个负责起来 好吗 弟子母亲常年有狭心症 弟子哥哥有心脏血管 痰痰 洪女士53歲 弟子是某大學的教授兼系主任 然後就是說弟子在一次因緣中聆聽上師開示 因而與道場結緣 覺得珍貴上師開示佛法十分殊勝 因此弟子近期經常觀看上師在YouTube開示的影片 領受法與甘露也參加過幾次大學連線共修 非常受益 然後你就是有講到 因為你擔任大學的某個學系碩士班 107年到109年 學年度註冊大幅下滑 弟子誠心祈求佛力加持 近期未來應如何招收善緣學子來就讀 提升本系註冊率 弟子今年八月擔任本校職務 有關前三年碩士班註冊率大幅下滑 分別為百分之百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三十六 因為寫得蠻長 我就略過去了 弟子誠心祈求佛力加持上師時被開示 祝本系碩士班招生圓滿順利 就是弟子自上任以來所做努力 恭送般若新經一千兩百遍 辭送般若新經新咒八千四百遍 捐贈愛心物資激發協會 贊助大學還有佛教等社團 做了這些好事 還要請法師做佛學講座 大概就是有做善事就對了 然後還有護士臺灣薩加寺 黃金安金裝佛身 黃金裝佛身 還有贊助 推廣速食 你還很謙虛說努力還不夠 這也很隨時你周身如何顯著 這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 這個就是你 先講大的 大的就是說這大環境 你也要講到這大環境的關係 或者是現在少子化的關係 還有這大環境疫情的關係都有 這個就是要發個善願 就是說 善願要具體的 不能抽象的 發個善願就是 如果 就是希望 這個招生 這個幅度能夠提升 盡量請佛菩薩加持提升 有善願的學子來的時候 一定用道德 甚至用佛法來利益他 讓他來學佛吃素行善 第二個就是個人 跟你個人有關係 個人在家裡面 以前有一些殺業 所以你這個要盡量 做劍殺護身的事情 在你的這個 世間福報功名方面 就有辦法幫你增補的 好 好 再來有一位 葉先生 39歲 在台中太平 他說 與羅小姐 及家人此生冤欠 如有牽扯 弟子應如何如理如法的處理 以無牽扯 願如何妥事面對 這個就是 你又寫 二身感 娑婆無場 輪迴無情 異覺余生 是否以此情傷為導 得覺世間十項為何 發心入佛門修行 求無上解脫道 我跟你講 世間上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 你這個 第一個問題 與羅小姐 還有她的家人 那個故事有很長的過程 還有這些牽扯 這個都不是三緣 我就在這裡簡單一句話回答 你不要再結二緣 第一個 如果你這個中間 如果 我就覺得 不要再結二緣 如果 如何化解 冤解 你可以跟我們到場的 弘法的 同修 義工同修請問一下 一般這個要如何的 來化解 這個冤解 好 就是念緣 轉成 善緣 惡緣 能夠化解掉 好 聯繫一下 弟子發心 不走入婚姻家庭 唯因家母尚在 因緣福德不具足 如今尚不能了成出家 請世上司 目前這段因如何從事 為何之因緣 具足的出家時做準備 有出家的善願是很好 但是要先了解 人生在世 不是說 這個感情 或者 世間很多的情境不如意 就了成出家 了成 了成 這兩個字 了 了卻 紅成 了卻紅成 它有相當的覺醒 覺悟才行的 但是因為 對佛法沒有深入的了解 只是這個世間法的這些五欲追求 讓你失望 那你都沒有辦法真正了成的了 就是 能不能出家 看你自己的發心 以及福德因緣 但是人生在世不是說 世間法不如意 那我就來出家 不是只有這兩個選項 在出家之前也可以做好一個 聚界的居士 好好修行 也有人一生做一個五界 菩薩界的居士 照樣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 也有 所以在這個世道 出家不容易 在這個世道出家 有很多的困難 有很多的迷惑顛倒的亂象 會來考驗著你 一般人不是深厚的因緣 道理不堅固 一般出家恐怕 不但沒辦法 我說有的人不但沒辦法解脱 還有照下很多的過患罪業的也有 所以這就是要想清楚 以我們道場來講 雖然隨時修出家犯行 可是修出家前 他要具足的機資進帳 還有這個佛法經教戒律的參學 他一定是要相當的一個程度 在居士而言都要菩薩界儀唱 而且犯行都已經很多年很穩定了 穿行就是沒有談戀愛 沒有男女士這種事情 心裡清清靜靜的很多年了 對這個都越來越淡薄沒興趣了 那不是忍著咬著牙忍著 不是那種的 他已經越來越覺得 我就不要這樣的人生 我不要這樣的生活 我要上求解脫道 他一定就是有若干的覺醒覺悟 這樣來了成才有機率成功 才有那個勝算 所以就建議你家母上在很好 孝敬母親 讓母親身結佛願很好 你趕快學佛修行 學得越深入 學得越聽經文法 越多 對你的人生的了悟 或者破解無明有更大的幫助 對母親也有很大的幫助 小葉障也有很大的幫助 那要不要出家就看你的發心姻緣